说到第二条新闻呢 有报道讲说俄罗斯军队正准备发射重达三万六千公斤 射成为六千公里的RS-26洲际弹道导弹 那东西打得很远 按说呢 两边从俄罗斯到乌克兰用得着 打这么远的吗 那他现在没别的了 小子都扔完了 现在库里面可能还有这大的 我那个老大了 那东西跟锅炉似的 有点那个卡车的宽度 就这么大的这个啊 赶快说都是三万六千多公斤 这么一个大炸弹 用这个来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是有这么一个报道了 结果由于担心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 美国驻乌克兰首都大师晚于周二 现在他发了个宣布就给他关闭 关闭完了以后呢 一看也没事啊 然后宣布今天恢复正常运作 结果乌克兰情报部门呢 在昨天的早些时候也讲了 说有关什么大规模袭击的报告 这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心理战的行动 人家是故意释放消息 做一些恐吓 结果呢没把别人吓着 乌克兰人大概没啥感觉 都给炸皮了 美国人挺害怕啊 那我们大使馆今天不开门 跟着美国人意大利希腊 包括其他地线 还有西班牙的大使馆 也都跟着美国关了 那今天美国那个开放 那几个估计也就这样 不是核武器吗 那核武器怎么办呢 结果拉夫罗夫在巴西参加G20峰会的期间 他做了一个表示 他这原话是这么说的 今天世界的很多大媒体都引用了这个片段 他是这么说 说俄罗斯不会使用核武器 因为从格尔巴乔夫时代 到最近的一次联合国五常会议 我们都清楚的表明核武器没有赢家 俄罗斯最近修改核武器使用条例 是不足为律的一个小改动 不会改变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条件 因为大家都担心嘛 在G20峰会上普京没去他去的嘛 那大伙都堵着问呢 他在这儿呢 做了这么一个表述 那很多大媒体都用了这个素材 认为这个他说的基本还是比较可信的 所以说说到什么核打击那个 这件事也可以放下了 还有一个小改动 我们就会放下来 我会放下来 我会放下来 我会放下来